刘畅女22岁天津人 济南大学全城学院本科 汉语言文学专业 宝剑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子苦寒来 各位企业家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津的刘畅 今年22岁 是济南大学全城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 我从小就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女孩 我曾有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经历 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咱们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求得一份和我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新媒体的撰稿人 编辑 或者是与教师相关的岗位 谢谢大家 福磊老师 你好 旁边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父亲 来 您自我介绍一下 您好 我是刘畅的父亲 我今天能够陪同我女儿参加那非你莫属的活动 我非常高兴 也感谢各位老总 谢谢大家 您今天陪女儿来是因为她身体不变吗 是的 她这个脚是 因为她是由于这个母亲的高龄产妇 所以她出生时候有些问题造成的 那你这个能待会一直站着面试吗 可以 要坐着吗 不用 不用 因为编导跟我们说父亲对她十分的严厉 对 一再要求说她今天一定要站到最后 要站着面试 为什么要这样呢 闺女嘛 别那么严厉嘛 不不 不不对 虽然是女儿做父母的都很疼爱女儿 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不可能跟孩子一辈子 我需要她走向社会 到融入到社会 所以我就告诉她 你必须得进到社会去 那平时在路上或者是坐公交车的时候 你会扶她吗 我不会扶她 我都自己 如果她摔倒了呢 摔倒了 我觉得她没有摔倒 我跟她还是从来没有摔倒了 行 来 请坐 您坐到旁边观察戏好不好 谢谢 来 去吧 谢谢大家 我借你说话中气十足啊 性格很开朗是吧 嗯 对 但是一般来说身体有抱恙的这个选手啊 多经历过一些曲折 对吧 多多少少内心会有一点 你懂我的意思 懂懂的 那你为什么性格这么开朗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多年 一直和同学们一起正常的交往 所以我觉得应该锻炼了我这种开朗的性格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就是把这种行动上的不便 就当成是一种负累和枷锁 恰恰是因为这一点 我应该算是幸运的那个 我应该是被上帝咬过的那个苹果 这上面写着你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小 从小就喜欢写东西是吗 对 发表过一些什么作品 发表过 十三岁初一就发表了 在哪儿 在我们天津的博海早报 是什么作品 是那个写四季的一系列的小短文 就是散文 文笔还不错了 有没有带过来一些给我们看看 带了 来 有请工作人员 像这样的孩子 如果从小就喜欢写东西 文字应该还是很灵动的 你觉得哪一篇最好 我给大家念一段 哪一篇 那就这个吧 二十一刻的深度 对 这名字还挺诱人的 看看是不是比无声的好 偶然间听得一个说法 人死后身体会变轻 仅剩下二十一刻的重量 而这二十一刻是灵魂的重量 其实人活一世 活的就是灵魂 灵魂越丰满 生活境界越高 而对于灵魂的塑造 来源于平素的社会生活当中 人要是想在社会中更好的生活 需要具备更高的智慧 需要更加淡定 坦然 需要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对待周围的人与世 更加珍藏 人生的境界获得提升 灵魂的深度 便增加了一分 他的这个文章啊 他写的是很深奥的 这个人生人性的东西啊 这文章其实都写得很好 但是缺乏一点网感 没错 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也不是说它有多好 而是具备一定的流行可读性 就你这个文章好到就是有点 有些人不一定喜欢看或看得懂 太哲学了 注意哈 学的时候你是谈的是文学 你一旦开始工作的时候 开始实习的时候 是文案 是撰文 是这些写文字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担心的 就是说在公司里面 好的这个文笔啊 是做文案的基础 但是呢 我们不希望你做得太损稳 就是损文学的那种 因为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听众 你愿不愿意写一点俗事 可以可以 刘畅 不要浪费你的才华 这么好的文笔 这么好的文学造诣 这里有适合你的 你可以用它去教学生 可以可以 在文学方面 我们不需要那种大众的 娱乐的 可传播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 在语文 在文字上面的 专业的 学科类的启发 你那个建议啊 我觉得有点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刚读了好几篇 流畅的文章 它的文章内容都属于 挺有文笔 读写文字挺美的 但是我觉得你总是 有一种 就是在倾诉你自己 但你不关注周围的事物 那从老师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特别要关注学生 他需要什么 包括学生 有没有趣味性 因为没听老师去讲课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建议 有点牵强 这个我们就不争论了 它很适合从事 专业性的文学领域的工作 但是如果呢 要做我所谓新媒体编辑 要涵盖一定的商业气息 要有一定的作用性 可读性 你可能还需要努力 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适应 你愿意适应 你可以待会儿做选择 他们也许会向你 抛出橄榄枝 今天不光是爸爸来了 姐姐和姐夫也来 对 是那两位 对 是亲姐吗 是表姐 表姐 大多少 大十三 十四岁 十四岁 对 十三岁吧 对于你这个表妹 你是怎么评价 我的表妹呢 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热情 非常开朗的孩子 从小就喜欢这些 文学上的东西 然后记得每次去到她家 只有一个衣归 却有三个书柜 每次问她都会 刘畅你在干嘛 然后刘畅说我在看书 三个书柜 是的 你们家是三个衣柜 一个书柜 有什么今天求职祝福的话 要跟她说吗 我们就希望刘畅 能在这个 《非礼莫属》这个平台上 能找到一个文学相关的 她自己如愿的一个工作 就可以 好 谢谢 请坐 了解了一下刘畅 那么接下来就说一下实在点的事吧 您还没毕业 所以你找的是实习工作 对 你要求的实习工资 大概是多少钱一个月 五千 我想说一下 作为父亲来讲 我觉得刘畅真正来讲 和这个商业行为 应该说还是不太搭边的 我真正想让她做的 实际就和教师相关的工作 当然她现在还没有 取得一些这个教师资格证 但是我听出来的今天的 我所了解到的 怎么跟你有点不一样呢 对 我感觉到她今天所表现出来的 她愿意去尝试新媒体的变迹 我怎么听到的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觉得本身就应该是多尝试 我们确认一下 哪个你排在前面 哪个排在前面 对 因为我们要选了嘛 决定他们给岗位嘛 好 那就先是教师 再是新媒体 行 第一轮选择去贺累 还有 十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如何看待某企业高管频繁跳槽 你会选择他的企业吗 这是为任东百良申定造 任东百已经来了我们这以后代表了三家企业 对吧 是的 是不是 像这样的企业你会去吗 我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位企业家的一些特性 第一 头发稀疏 不能说稀疏 基本上没有 第二 为人非常的善良 夫妻和睦 没有孩子 是决定两个人要永远过二人世界 这样的人其实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跳槽很平凡的人 我觉得他特别平稳的人 为什么会平凡跳槽呢 为什么为什么呢 你想想 难道他有不为人知的另外的一面 那我觉得就应该跳槽的话 应该就是为了 就是像我一样 就是应该是 就是寻找新的可能吧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 虽然你只是在这一个就工作岗位上去干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 自己去寻找新的可能性 那他也换的太多了 所以这就是个矛盾点 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看上去非常平和 对 非常善良 实则内心 内心有非常躁动的一面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 那这样的企业你会去吗 不太敢去 为什么不太敢去 因为我考虑的 我觉得就是我对待工作 我希望是找到一份 就是自己比较心仪的之后 我希望能干的时间更长一点 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就人力资源在一家企业的话 就像一个球队的角色球员 他只有在这个球队 特别需要这某一类角色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这样的球员 而人力资源恰恰就是这一类 这样的一类人 那我的特点呢 就恰恰是特别善于 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企业里面 来给它搭架子 那我之前呢 也大概有五份的 那个人力资源的工作 其中两份呢 是帮助那个企业呢 完成了上市 那所以呢 这个 我的这次调动呢 可能更加符合这个 现在的这个 得到少年得到的 这个企业的发展时期 问一下爸爸 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企业可以选择 为什么 因为这企业高管 他肯定有他高管跳槽的原因 比方说他想盘得更高 比方说他想跳个行业 比方说他想协助某个人 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这和员工应该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刘畅的回答和他的文章是一样的 家里面一直给他传递的是 很传统的文化思想 讲究稳定性 对吧 讲究不越曲 不越轨 其实我认为爸爸 之所以会回答不同 是因为后面回答 如果你让他先回答 估计跟刘畅是一样的 刘畅和我们众多的求职者 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你的身体和他不方便 你给我留下的印象 第一 你呢 从能力到性格上来讲 我觉得都挺好 因为作为一个本科生 比你发表过那么多文章 你这已经是超越了很多人 第二 你的性格上 包括你父亲对你的培养 你是很坚强的 因为向内社会上更多的残疾人 我说你的性格上来讲 它更洒脱 所以你要怎么去利用自己 这方面的特点 去从事你更擅长 更喜欢的事情 好不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五斩刀 从神父横开始请翻牌 神父咨询给到你的是 转正前 就实习阶段 三千五 然后转正之后还会再涨 什么编辑 就是这个媒体 新媒体这一块 来 吴静雯 对 我给到流畅的是这样 就是在实习阶段呢 十三千 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你不用来全职上班 你不用做班 我们呢就是每一天 我需要日报 然后呢每一周 我们可能需要见一次面 松手AI我们提供的呢 就是语文的这个教研的助理 提供的薪资呢是两千八起 然后工作地呢可以在天津 徐昭 这样就是 徐昭老师我们只能按月算 我们早就已经改过了 不按天算了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是三千五 好 地点在北京 在我们的市场部做实习生 任东白 刘畅你好 少年得到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实习教师岗位 这个负责的是我们的明星课程 全灵语文课的教辅工作 那如果在实习期的话 你的工资是5K每月 爸爸有什么建议吗 我当然希望他刚才那个 你是周伟那吗 对对对 这不也是老师吗 这个也是老师啊 这个平常平凡跳槽是吧 这个为什么不考虑呢 不不不 我还真不太了解 因为啊 因为你不太了解 松鼠AI你是了解的 松鼠AI啊我也不了解 是 但是我闺女总在提松鼠AI 说松鼠AI 但是松鼠AI她要求特别高 她对这个学历要求 但她对她的资深素质要求特别高 她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达到 那个人家老总的这个要求 明白了 可以开始选择了 如果不方便就让他们自己灭 好不好 你自己说灭几斩 先考虑十秒 留下哪两盏灯 哪两盏 松鼠AI和 松鼠AI留下 和那少年有的 少年得到留下 其他的灭掉 接下来我们进入 感情不上感情 这个薪酬还要弹吗 薪酬 这边低了点啊 两千八 这边低了点 你要弹多少 要加多少 三千五可以 工作地点要求在天津 天津 是吗 可以吗 周围 我会开到三千二 为什么就差那三百 因为我要让她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要就能拿得到的 就是用三百块钱要要一下 还有 我们决定的你值 你还可以问问题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有问题要问吗 那我问这边 好 行 就是您刚才说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然后我想问您那个 您能提供住宿 或者是能帮助我和别人合租吗 帮助你跟别人合租 我觉得这应该我们可以想办法的 但是住宿的话我们确实解决不了 我觉得那个 我非常看好你的这种亲和力 这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理念 他不能保证提供住宿 是因为你进去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刘湘我跟你说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挺心疼你的 因为我觉得你爸爸对你的教育 对你太严格了 所以导致你一直习惯地去迎合别人 或者是想要证明自己 所以你才会觉得宗族爱OK 但我觉得实际上 你不要选择你要去证明自己的 你要选择欣赏你的 好 我觉得你需要欣赏 你现在把身子背过去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看是否有心有灵犀 接下来我问你们三个人 选谁 你们不要作声 用手指就可以了 你选择 姐夫呢 爸爸呢 用手指一下 OK 好 来请回头 三个人的答案我都知道了 那简直是驴屯不对马嘴 说明你们家庭还是挺分裂的 尤其是那对夫妻 看上去不像夫妻啊 那个是明目胀胆 这指着反方向啊 行行行行 好 这个家庭挺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你的选择是什么 来 十秒钟之后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少年得到 松鼠AI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少年得到 别急别急别急 你猜你爸选的是谁 宋水 你猜你姐选的是谁 也是宋水 你猜你的姐夫选的是谁 少年得到 哇 全世界 土老师 他还是很了解 所以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孩子自己是很冷静的 对 他的观察力是很强的 很多身体上有不便的孩子 很小就 很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 观看别人的所作所为 你猜的都是正确的 你怎么猜到的呢 你能讲讲吗 因为我比较了解他们的性格 就是我爸爸跟我姐姐 他们就属于那种 中规中己的 他们其实就是想 就只要这个日子 就没什么事情 那你为什么选择了姐夫所选呢 因为就 因为我姐夫 他一直就是一个特别爱挑战自我的人 原来一直以来 你胳膊肘向外拐 来来来 有请人弄摆 来来来 我今天非常高兴 能在咱们非你莫属的舞台 求得一份我自己非常心 那个就非常非常满意的工作 我希望我自己能在今后的职场的道路上 能越来越顺 然后能能尽其所能的发挥自己的专长 然后在未来的道路上能越走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